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来开始今晚的课程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恩 让我们可以在网上一同学习 愿上帝的灵引导 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头 起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 也赐福我们 给我们有信心来回应 来成为认识你的人 主你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谈到神存在的问题 常常成为许多人的困扰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是生长在三度空间 长阔高的空间中间 而我们有肉身 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 而上帝是灵 祂不受时空的限制 因此我们在有限中间去认识无限 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灵 我们在肉身之中要超越肉身 而进入灵界 去了解灵 那是不容易的 而当人自以为他可以直接通往灵界之路的时候 那是危险的 那是狂妄的 因为狂妄 因为他自于他有能力 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你这样的过去可能会惹祸上身 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谈到这个神存在的课题 在历史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的 在圣经里头 对神的存在课题都不多加讨论 他假设人从一开始就会知道有神的存在 因此圣经开长白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他没有说起初人在讨论上帝到底是谁 相反的就假设人的生命的深处 就有对神的灵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影子 而导引在我们自己的思维中间和良心之上 在哲学界里面 常常讨论有关神的存在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 如果你是研究在希腊哲学里头 很多对于神存在的讨论 后来在基督教界里头 一位大的神学家叫做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他有所谓的五路论证法 Find Argument 去论证神的存在 那是在公元1200多年的时刻 这种的五路论证法 去证明神的存在 其实这个论证在布拉图 在亚里斯多德之前就已经有了 他们已经在探讨 可是到了Thomas Aquinas 把希腊的哲学 对于神存在的课题 加以有系统性的去论证 去说明 那我们常常说有因必有果 这种因果的论证 到第一因的first course 到第一因的时候 我们说那个因就是指着上帝 那是最高最大的因 那这也是五路论证法中的一个 但是在哲学界也好 或者在神学界也好 对于五路论证法有很多的保留 认为它是纯粹从人思想的一个导引 里头有不少的窃限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 人之所以会问神的存在 在人的生命的深处已经有神的影子 当我说阿明存在吗 在我的生命的深处已经有阿明这个人 所以我才会问阿明存在吗 同样的我问神存在吗 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其实已经有神的影子 那就是上帝的形象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 人自然从这个形象里头会想办法去寻说 对灵界的那位存在体的一种理解 认识或者正希望跟他交上关系 那我下个星期会和大家讨论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从人为本的一种自然神学 所导引出来的神往往并不是上帝的本身 是人生命需要的导引 所以你告诉我你拜的神是什么神 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是长期以来从古至今 人类不断的去寻找神 去询问神的存在 到底神存在还是不存在 有一些人说 无法证明的东西 就说明它不存在 它深受理性主义的熏陶 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然而当上帝超越理性 不在理性的范畴中 理性能成为绝对衡量上帝的标准吗 你就必须反过来 去质疑他的能力 他的可靠性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又用什么方法入门呢 我下个星期就会和大家分享 启示的福音 我们需要上帝主动的对人说话 然而今天我们先探讨 在历史中间 人在论证神的当儿 真正找到神 其实不容易找到神 因为人不知道神 唯一知道神的就是不知道神 所以他比如说 从自然界的奇妙 他相信一定有一位创造者 或者一位设计者 当年 当年牛顿 邀请一个朋友到他家来 他看见 牛顿的家里 摆设着一个 很奇妙的 非常特别的 星球的轮转 有不同的星球在那里 轮转着的一个仪器 这个朋友就对他说 这个是谁制造的 牛顿回答说 是自有 自然有的 他说 你开玩笑 怎么有可能自然有呢 正如我如果看见一座 非常漂亮的花园 你问我 还有园主吗 我告诉你没有 那如果没有 怎么会这么漂亮呢 为什么花园里头 有不同的花朵 有不同的品种 有不同的摆设 却仅仅有戏 把野草都除尽了呢 我说 那是自然而然的 你当然不接受 所以牛顿就对他说 某某人 我跟你谈起上帝 是创造着 你不相信 可是我只制造 这个星球之间的 一个轮转 的一个仪器 你就觉得 有人在制造 你不觉得矛盾吗 我们看看 宇宙万物的生存 我们看见 人类在这地球上的存在 我们看见 整个地球的结构 里头的奥秘 人的生存的条件 全部被拒有了 你不觉得 这是非常奇妙吗 我吃下食物 有一些会变成 发毛 有一些会变成皮肤 而那些食物 有一部分会发成粪便 给排出去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的肠胃 为什么有这些功能呢 我的心脏 为什么会把血液 送到各个部门 以至于我可以存在呢 所有细胞 可以不断地 形成代谢呢 你说为什么 你说这是 自然而然有的 你不觉得 你用自然而然有 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吗 如果我说 有一位至高者 创造他 虽然需要信心 恐怕 不需要太大的信心 你不觉得吗 所以论证神的存在 虽然这种自然界的因果 或者设计者的论证 不能说服每一个人 但至少告诉我们 有这个可能性 对吗 而当你否定神存在的时候 你可以肯定你的论述 是绝对的吗 相反的 在历史上 有好多很聪明 很智慧的哲学家 神学家 都在论证 或者他们不用论证 就说明神是存在的 圣经里头谈到 人的良心 去说明神是存在的 因为良心告诉我们 有更高的道德的善的存在 你如果去研究 在这个康德的论述里头 也提到 有关这一方面的说法 康德怎么说呢 康德的道德的论证 他认为 人 是会追求一个无上的道德 人的道德意志 要求 这个宇宙万物是应该有道德性的 就好像我们很自然的会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如果不报是时候未到 并不表示 没有最后宇宙性的公义的审判 而这种人的道德要求 宇宙 有一个道德次序 是从何而来的呢 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道德的要求呢 康德就称他为 无上的命令 人的生命的深处 会要求你尽上这个责任 是自然的 就像鲁家传统所说的 如果有一个小孩 往前一直走 他是无知的小孩 前面有一个大的窟窿 悬崖 他再往前走 就掉下去就死了 而你是他的邻居 你看见的时候 这个灵机的爸爸 是你很讨厌的 可是你看见这个孩子 你自然而然就跑向前 把他抱了起来 免得他继续往前走 而这种的怜悯之心 要尽一种道德的责任 是从你心灵深处 自然发出来的 而人又希望在尽善的时候 行善的当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 也就是说幸福和道德 应该是结合的 而不是分开的 那才是最高的善 如果善是使我痛苦 那不是最高的善 善使我幸福 那才是最高的善 而这最高的善 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而最高的善 在我们有限的年日中间 不论是时间或者空间 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就好像我说这个是白的 可是他不是最白的 还有比他更白的 而当另外一个比他更白 你说这个还不够白 还有更白更白的 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白的 可是在人间中间 你可能没有找到那是最善的 最高的善 而到最后道德的次序 最理想的就是最高的道德的善 会实现出来 而这种对最高道德的善的要求 那你就必须肯定 在万有之上 在一切的道德之上 有一个至善者 那就是上帝 那这就是康德的道德论证 即便康德对上帝的度限并不是太强 不过呢 在他的论证中间 他却很清晰的表达 如果真的以作万物 有这种对最高道德善的要求 和追求和渴慕 最后一定会走到上帝那 而不是我 不是你 因我们不是最高道德的善 你说对吗 而我们在相对的真理中间 其实我们正在找绝对的真理 而我们认为它是相对的 是因为有绝对的 所以你去看 在永恒真理的论证 在奥古斯丁的学说里头 也讲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在宇宙中间 有一种的真理是超越时间空间 是普遍性 他在东方是真理 他在西方也是真理 他过去是真理 今天也是真理 比如说在数学上 圆是没有绞的 二加二等于四 两条平行线永不相较 这种数学上的真理 在过去如此 今天如此 将来也是如此 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 它是普遍性的 永久性的 必然性的 而这样的真理 必须有个根据 而根据不是根据我 不是根据你 因为我们是会变的 所以今天有一些的科学 不断在改变 因为它根据的是人的学说 它不是绝对的真理 它会变化 所以这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 它不能来自有限的空间和真理 有限的时间 或者来自我们可以经验的 偶有之物 会变化的东西 也不可能来自我们的内心和理性 因为我们理性会改变 我们内心不绝对是会变化的 所以你只能根据那超经验的 必然的 不变的 永久的 那个就是神 所以你看在奥古斯丁这一种的推论中间 很清楚的讲到 人对永恒 对绝对真理的一种寻求 其后最终的那一位一定是绝对者 那就是神的本身 好了 我简单的只是提说 其中三几个在历史中对神存在的课题的探讨 但我们发觉到有一些人你讲理 讲完了以后 你问他信不信 他还是不信 你问他明白吗 他说明白 你知道吗 知道 但是我不能信 也就是说 关于神的存在的课题 他不是纯理性 他是一种生命性的 需要我们生命去经验去体验的 就好像我跟你的关系的建立不是纯理性的 好像你读我的书 你不会因为读我的书 你完全了解我跟我建立生命的关系 没有的 直到你跟我见面一起喝茶 一起聊天 一起挣扎 一起祷告 你就开始明白 你开始真正的认识我 那种关系的建立 是生命性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需要这种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真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这种 那么我们对神也是这样 所以上帝是爱 你怎么认识神呢 当一个人把上帝的爱活现出来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觉得 他真的很像神 当一个人把圣洁 道德很彻底落实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人 你佩服他 所以当我们能够透过 真诚的爱 而去经历神 因为上帝是爱 所以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育去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对永生 我们就可以祷告去经历神的爱 而知道神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透过真正的教会的生活 活出基督的爱 而去经历神是真实的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 有时候这种属灵的家的爱 超越你在世上的家的爱 你就发觉到 我跟他无亲无故 我们没有共同的基因 为什么他爱我 因为神的爱在中间 你就开始发现 神是存在的 因为神是爱 所以耶稣说 在地上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他们就知道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就是上帝的门徒 他们就知道 基督徒生命中有神 这是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如果要谈神的存在 而并不是纯理性的 去做无止境的探索 辩论 当然如果需要也没错 但那不是唯一的 还需要把生命活现出来 在这世界上 这样才能体会真的 神的存在 而人模糊 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因着罪越来越模糊 罪会使一个人 不认识神 罪会使一个人的良心 被模糊 罪会使一个人的理性 被缩减 到最低而模糊的状况 因此 只有脱离罪的人 他慢慢的才会经历神 才会肯定神的存在 在他的生命里面 愿神帮助我们 我接下来要和大家 一起来看问题 一起来探讨 一起来解答 我就把 接下来的时间 来交给我们的导师 郁涵 还有周葵 还有Catherine 还有秀军 导师 好 谢谢牧师的教导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说 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 科学尝试解答的问题是 世界是怎样运作的 而宗教解答的问题是 世界或者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请问牧师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这样的说法有一定性的道理了 那么科学 事实上跟宗教是我们人类非常需要的两个层次 科学探讨的是行而下 我们都活在行而下的状态中间 我们需要物质的生活 我们理性的探索 这些都在行而下 可是我们在理性又希望能够去探索行而上 而行而上的那就是关于上帝的患愁 不同的category 不同的患愁 所以他彼此之间并不是冲突的 除非那个 科学是假的科学 而那个宗教 如果是真的宗教 他就会跟假的科学产生冲突 或者反过来 如果那个宗教是假的宗教 是迷信的宗教 他就会跟真的科学冲突 如果他是真的宗教 又是真的科学 他们基本上是和谐的 所以基督教信仰 他并不是反科学的 他并不是反理性 然而他又不把科学绝对化 那叫做科学主义 就像理性主义的时代 把理性绝对化一样 理性成为一切的标准 这是不对的 有限的不能成为无限的标准 理性是有限 所以科学所探讨的幻畴 有它的限制 因此我们必须谦卑的说 宗教和道德应该 宗教跟科学应该彼此的尊重 而不是彼此的排斥 比如说你科学越来越发达 物质的文明 越来越昌盛 可是人的道德 不一定随着物质的文明 而变得更好 相反的 很多时候 越文明 越享受 道德越多落 所以人 他不仅仅需要科学 所带来的文明 所带来的物质享受 他需要宗教信仰 所带来的道德的提升 而人可以透过科学 去制造原子弹 但科学家不能告诉你 何时使用 那是道德的问题 那是牵涉到宗教信仰的问题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要改变人的生命 使人的生命产生一股的道德能力 好让让人有爱心 有节制 而不随意的把原子弹 去丢到别人的国家去 所以宗教有它自己价值的存在 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跟科学 物质的享受 它并不能完全满足人心灵的需要 你发觉到 科学越发达的城市 就越环荣 而越环荣的城市 精神分裂症的人也越多 然而基督的信仰却告诉我们 凡劳苦丹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他得安息 而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喜乐 不是来自物质的文明 而是来自以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很多人活在世上 他有养生之道 但却没有人生的意义 他知道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住什么 是最好的 可是他却不知道 存在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那是宗教要告诉他 而死亡的问题也是这样 科学家可以给你长寿 给你享受 生命给拉长了 你的器官可以去更变了 如果有一天 我某一个器官胜不好了 我换一个新的肾 人造肾 人造心脏 或者我换猪的心脏到我心里面 那么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更长寿 可是我还是终究要走向死亡 科学不能死人从死里复活 可是耶稣说信我的人 死了也要复活 我们就看见了有将来应许的盼望 人生有永恒的目标和方向 类似这些问题 包括人的存在的本言 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做最后给我们答案 所以圣经就干脆说 祈祝上帝创造天地 所以谈到科学和宗教 我们不要彼此敌视 应该彼此补充 互相尊重 因为这都是人类切切需要的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 现代的学校都在教导 关于进化论 宇宙大爆炸论 等等的课题 我们该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会与科学有所冲突 我再说 科学它其实是以人为本 用人的理性去探索的科学 这一颗一颗的学问 天文学也好 地质学也好 高科技的任何的学问都好 都是从人的理性作为出发点 而人的理性并不是绝对的 所以牛顿的科学观 到了爱因斯坦 被更改了很多 牛顿认为 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爱因斯坦就认为 它是开放的系统 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 随着时间的跟进 科学不断在更新 在变化 甚至否定了 过去认为是科学的说法 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不应当 完全绝对的去接受 所谓的科学的理论 它只是一个理论 它还不是绝对的真理 包括宇宙大爆炸论 Big Bang Theory 在爆炸论的说法里面 宇宙的开始是由一个点开始 它不断的爆炸 一直爆炸 它越爆炸就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今天的宇宙 你能够想到多大 它比你想象的更大 而宇宙开始 预算大概在140亿万年 到151万年之前开始 而这些都是人自己说的 什么叫做亿万年 那是天文数据 那是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 那你说Big Bang Theory是真理吗 如果是你要问Big Bang Theory 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一个点 它怎么会膨胀 不断的爆炸 会成为无止境的宇宙到今天 因为它不会本身产生物质的 它必须有物质存在 因此有一些科学家说 它把它浓缩在那个点里面 让这个点爆炸的时候 就慢慢的稀释 慢慢的扩散 是吗 这只是一个理论 它并不是绝对的真理 而Big Bang Theory是非常验热的 而这样的热度 怎么会产生生命呢 生命在超过一个度数 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你要问 第一个生命从何而来 进化论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因为爆炸论跟进化论 其实是结合的 Pasker这位物理学家说 从古至今科学的研究 还不能证明 生命是从无生命产生 我买了两张椅子 回到家里 半夜三更两张椅子结了婚 然后彼此对说 这家主人还有一个女儿 结果四个月以后 生了一张小椅子 这叫什么 这叫天方夜谈 因为椅子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怎么会产生生命呢 这家的主人不是两个男的 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这是可以理解 因为生命产生生命 所以进化论也好 Big Bang Theory也好 它必须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生命从何而来 而第一个生命从单细胞而来 最简单的细胞从哪里来 你可以说 单细胞变成眼镜 成为复杂的细胞 成为两栖动物 然后成为哺乳动物 成为猿猴 而成为人类 这是一种学说 它并不是真理 这是一种推论 不一定是绝对的 所以我们说 你把科学 所谓的科学进化论 Big Bang Theory绝对化以后 那很多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解释 那没有办法解释 中间 它一直不断的在否定宗教 所以它也是一种迷信 就是迷信科学 就变成科学主义 相反的 我们如果能够谦卑一点 当然 创造论 本身是需要信心的 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 我没有在那里 你没有说上帝创造亚当 你在那里 看上帝创造亚当 所以你也很难去论证 亚当的存在 是上帝创造 所以你需要启示 你需要上帝的话语 告诉我们 这是的原因 所以信仰本身 谈的是启示 而科学本身谈的是论证 是科学 要用理性去探索 去论证 去试验 而信仰是不能试验 信仰是去经历的 而我们却是经历的神 所以有一首歌说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主耶稣从死里护活 我知道他活着 他活着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人家 人家问他 你告诉我 耶稣是神 你证明给我看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证明 我不能证明 但是我知道他活着 他活着 他从死里护活 他活在我先 他活在我先 我经历了 明白 这也是真实的 这也是真实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孩子下一代解释呢 就让他们有正确的信仰 而尊重科学 但不迷信科学 让他知道真宗教跟真科学是可以结婚了 可以在一起的 没问题 但是真宗教不会跟假科学在一起 相反他会反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接受进化论的一些说法 但是进化论有一些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定性的 在某一种状况中间的一些的变化和进化 是绝对可能的 好的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的解答 这一题是问曾经有位基督徒朋友遭到邪灵攻击 结果被父母带到庙里驱魔 而驱魔的条件是要认某某佛祖为干妈 当我朋友清醒后 他非常矛盾自责 因本身是基督徒 但却在不清醒之下认了佛 清醒以后他还要去信神 在父母眼里是佛救了自己的孩子 而他在心心软弱之下又认了佛 他担心如果现在不认佛 会被当做是叛逆 会遭惹邪灵更多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牧师 我朋友该如何做 才能与佛祖撇清关系 同时又能让父母接受呢 一个人如果他只是读了小学 你很难给他做这个几何学 做怠数 你只能够给他加减乘除 因为他的学士只到这个阶段 同样一个人的信心 他只到小学 你要他去做中学的阶段的行为 他是行不出来 所以他很多忧虑 他很多害怕 因为他的信仰的根基不够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回到正统的教会 好好的理解信仰 好好经历上帝 而他要回来又怕得罪神明 矛盾就在这里 那他就必须要跨越 必须要勇敢的去尝试 要不然他就永远走不出来 一直活在这种内疚不安中间 他的人生基本上是痛苦的 很多东西要有一种勇气 深知勇气突破出来 这是他必须要付的代价 而当他尝试了 他不需要跟他妈妈说 他要来基督教堂 他先来 他先肯定了 他认识了 他经历了 他现在认罪悔改 让这种内疚把他消除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充满着内疚 对他的灵性是没有什么益处 他是不会因为内疚而使他生命成长 相反会压制他的灵性 所以这种内疚感正如圣经说 要让耶稣的宝血洗尽天良中的不安 那么当他经历了神 也开始活出神的把握 他发觉到他的祷告 他请教会的牧师为他祈祷 教会的主长陪伴他 让他走过这个阴影 有一天他跟妈说 妈 我去了教会 你看我都没事 正如当年 弹以礼的三个朋友跟弹以礼被俘虏到巴比伦 巴比伦王国要他们拜偶像 吃偶像之物 可是弹以礼跟三个朋友就对 这管食物的负责人说 你们就试试我们吧 看看我们不吃这既偶像之物 我们只吃这些蔬菜的食物 看看如果我们身体不好 我们再说 如果你看我们吃了以后有什么变化 再说 结果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发觉到他们不吃偶像之物 不吃肉 他们身体更壮更漂亮更好看 因此就服了他 就不让他们吃 他们就守着自己的信仰 今天也是一样 你这位朋友 他必须活出这个信仰 而活出信仰之前 他必须经历信仰 要经历信仰之前 他必须相信信仰 而相信信仰之前 他必须突破 勇敢地走出来 来教会 因为他不能去福建会馆 去听信仰 对吗 他必须来教会 愿上帝帮助他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的丈夫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的母亲是佛教徒 万一母亲往生了 我们该怎么做 最好的办法就是 妈妈还没有去世之前 快快带他信仰 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带他信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是他的独生子 他爱死你了 那你也应该让他在死之前 经历基督的爱 让他有生命的盼望 而不是死了以后 进入阴府 进入地域 进入六道轮回 所以作为儿子的 必须在生前 很勇敢地表达信仰 活出信仰 当开始的时候 家人会反对 他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反对无效之后 他们就会静默观察 静默观察之后 他们发觉到你的信仰是好的 是正确的 他们愿意接受 这是很自然 这个过程是必须经历的 没有所谓的跳跃 没有所谓的这种神童班 你知道 那他立刻中学不必读 就去读大学的 没有这回事 所以呢 你妈妈会信耶稣 你需要经过这一段时间 陪伴他 关怀他 甚至把他带来教会 有开步道会的时候 如果没有 你把我的视频传给他看嘛 对吗 现在教会做这么好的视频 你为什么不善用视频呢 让你妈妈有机会看 他说我不要看 谁知道你上班以后他看 他只不在你面前看 那当你关心他的时候 他就会关心你 他关心你什么呢 不要他时候给你添麻烦 因为你是家的独生儿子 那么怎么办呢 如果万一我死了 我家的独生儿子 又不能用基督教礼 要逼着我的孩子 去请和尚来 这是为难我的孩子 妈妈爱他 妈妈不会做这样的事 妈妈很可能就会说 我跟你去礼拜堂听听看 如果你的宗教很好 你的神是真的 我觉得你相信 这样你就可以带他信主 所以你问我应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的丈夫一定要尽效 你的丈夫一定要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才可以带领你他的妈妈 而改变这一切 那如果万一没有机会呢 妈妈死了 那你只能够找教会帮忙 因为教会 挤行伤礼 不是为着死人 因为死人不会上来 说你为什么替我挤行这样的伤礼 死人 仪式不是为着死人 伤礼不是为死人设的 是为活人设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让活人心里安 我替妈妈做完了 应该做的 让他尽孝 所以在商礼中间呢 我们讲到 也不是给死人听的 是给活人听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这样的做 是因为我们教会很清晰的立场 我们是为着活人 而这个活人是我教会的会友 是我教会的信徒 我怎么能让我的信徒去找和尚呢 当然找牧师嘛 对吗 所以我们牧师愿意帮助他 一般上是这样的状况 好下一题 好谢谢牧师 这题是问 在生命纪十八章九到十四节 你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可证之事 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 使耳里惊火 也不可有赞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弥术的 教诡的 行巫术的 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证的事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 做完全人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 都听信 关照的 和赞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你的神 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请问牧师 巫术 从古到今 仍吸引群众 使人不要真神 而没有了平安 这样才去寻求 灵界的帮助吗 是很多原因的 有一些寻求巫术 是因为他不认识神 这是最基本的 他不认识真神 而他又需要 超越人间的力量去处理 比如说死亡的问题 比如说疾病的问题 当我家病得很重的时候 我妈妈病得很重 那我又不认识耶稣 那我一定会去占卜问卦 或者求神问佛 希望透过这一些的方法 使我的妈的病得到医治 因为医生已经宣告 我妈患了癌症 是没有办法医的 在人不能的时候 已经尽了一切的人士 他就会去寻求神 而他又不认识神 他自然会去寻求到 非神的 那就是巫 巫术 或者占卜 或者观照 或者一些迷信的途径 而另外有一些人 去找巫术 因为他想要认识灵界的事物 去经历灵界的东西 他是处于好奇的 也有 那另外有一些 去进行巫术的 是为这达到利益好处的 除了医病赶鬼 有一些是要借着巫术 去控制人 所以有一些的巫 一些的窘 或者一些的降头 要去迷惑人 去欺骗人 不论是欺骗金钱 或者欺骗你 用这一些方法都有 所以就利用这一些的巫术 茅山术 降头等等 去取得一些的利益 所以各种的可能性 使一些人去寻求这些东西 所以包括你所说的 因为他们没有平安 而走向那一个错误的路 都有可能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现代的占卜 观照 巫术 教鬼 以科技创新 有趣的方式进行 甚至在影视作品里 高举他们的威力 迷惑群众 当基督徒不愿参与的时候 却常被讥笑为胆子小 请问信徒该如何处理呢 你知道在后现代里面 一种新的一种灵界的运动 他是把所谓的东方的宗教 跟西方的科技 把它结合在一块 那么就告诉你 我的所谓的过期认为迷信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科学化 非常理性的 不是迷信 用科学的外衣 去包装传统 长期以来的巫术和占卜的东西 这是New Age Movement 新巨岩运动之后 人常常走的路 这种新的灵性运动 会迷惑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而年轻人去接触了这些东西 而跑进灵界 会经历不同的东西和力量 有一些不好就会走火入魔 所谓的走火入魔 就是进去以后 回不到现实的世界 就叫做走火入魔 而变成精神分裂等等的现象出现 这是要非常小心 而至于你说 当基督徒不参议的时候 会被蹊跷为胆子小 请问信徒应该如何处理呢 基督徒应当很清楚自己的信仰 也要把握着自己的立场 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是随风而飘 他就毫无定处 也不能从上帝那里领受好处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 当你知道这条路是错的 走到尽头就是死路 你应做别人笑你 而你就跟着他们去行走吗 你明知道那条路的背后 是很可怕的魔鬼 而你就应做害怕他们的欺笑 而去跟魔鬼见面吗 如果你明知道山有虎 你又偏向虎三贤 而你又没有办法打虎 相反你会成为虎口中的食物 你会因为别人的欺笑 而跟着走吗 这是不智慧的 所以这再清楚不过的 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这是基督徒应有的 这种人生信仰的态度 下一题 好 这一题是问 身为基督徒的我 但却喜欢上了非信徒 他是很清晨的佛教徒 请问身为基督徒的我是否可以 继续这段关系呢 会是神所应许的恋爱吗 如果你还没有跟他谈恋爱 我鼓励你控制自己不要发展 直到他信耶稣为止 可是如果现在你已经跟他谈恋爱 他又不是基督徒 那你要做的呢 最主要就是把他带来信主 坚持你的信仰 不要放弃 当结婚以后呢 很多事情就免谈了 在结婚之前 你还有机会去影响他 因为在结婚之前的人 彼此的尊重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愿意听对方是比较可能的 当结婚了以后 米已经盛饭了 他说吃饭吧 不要去搞 把饭变成米 这是不可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只能鼓励你 为什么我认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结婚会有困难 我并不是极端的反对 我乃是要告诉这样的人 他会面对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跟一些信徒 跟非基督徒结婚的 他们都跟我表达非常辛苦 牧师 我要把孩子带来主日学 我丈夫反对 我跟他说不需要花这个钱 他总是要花 我说不应该做这样的事 他还是去做 因为他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 信仰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会在正确的信仰中去建立的 而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信仰 他无法建立跟你共同的价值起向 两个人不能同父一二 你可以想象两头牛 负起他的二在他的肩头上 一个要走东 一个要走西 那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两个都愿意一起听信神的话 在上帝里面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们就能一心一意的走人生的路 那是很愉快的 夫妻能够同心 那是很幸福的 相反 各走各的是很辛苦的 愿上帝帮助你不要灰心 既然跟他谈恋爱了 现在要做的 就好好把他带来 而不是现在把他甩掉 这是不负责任的 那除非真是你跟他走了一段时间 你发觉真的不适合 甚至订婚了 如果觉得真的不适合 两个人真的不能在一起 两个很客气的坐下来谈 我们结婚对你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对后代也不好 那我们干脆现在痛苦一点 一起放弃吧 那是可以的 愿上帝给你智慧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 英国圣公会将会为同性婚姻祝福 这是否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传统教会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呢 身为基督徒父母 我们要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样的事呢 那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末世的时候 离经叛道的事多得很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 因为很多的人不愿意听信神的话 他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情欲 增添许多师父去走自己 按照自己情欲可以做的事 所以同性恋很多时刻到后来都是一种放纵情欲的一种表达 很少部分的同性恋者是真情相爱 两个人真正的不去胡搞的 不多 按照的统计他们的survey 很多搞同性恋的都是从情意出发 而不是从一种很清楚冷静的思想 一种愿意过敬畏神和圣界生活的人 所以这是很令我们担心的 那当然有一些人是蛮认真的 在我辅导的个案里头 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跟我说 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调整回来 我就一生不要起而过单身的生活 我的回答我说阿们很好 你这样的人生态度对婚姻的慎重是神所喜悦的 但千万不可以胡搞 可是如果你看见弟兄跟弟兄之间关系很亲密 也不要胡猜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一种亲密的人 所以他不是找异性 他是找同性的 他们两个可以常常一起吃饭 可以谈心理话 也不一定是搞同性恋 我曾经问一对这样的青年 我说你们没有上床吧 他说没有啦牧师 他们没有 所以他不是这样 所以也不可以随便就咬定人家 有藏在一起 他们就是同性恋者 我也认识一对两个传道人 他们关系好得不得了 所以有人就怀疑他们是同性恋 这种怀疑是不应该的 很多的人自己心里面有问题 总是觉得别人有问题 他有导引你知道 是从心深处的导引 而其实别人都没问题 后来他其中一个都结婚了 而他们之间关系还是很好 如果真正搞同性恋 另外一方面去结婚他会生气的 他会妒忌的 所以这是不应该的 而这个圣公会 英国圣公会把同性恋看成是可以接受的 是合法的 也是教徒可以去行的 甚至他的 也有牧师是同性恋者 那是离经叛教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只要教导孩子说 你和我不要离经叛道就对了 我们应该尽全的爱主 而在非洲 有一个主教就回应 这个英国圣公会 把同性恋 婚姻合法化 和被接纳 而产生了一个反应 他说 我不能够跟你们同行 因为呢 那明明不是圣经的教导 是情欲的教导 是出于魔鬼的错误的教导 你们要去行 难道你也要我跟你行吗 所以他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们不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群 不像巴黎下跪的人 对不对 当年以利亚说 哎呀 全以色列人都离经叛教了 都去拜了巴黎神 唯独我仍旧敬畏耶和华 谁知道上帝跟他说 以利亚 以利亚 我为着自己的名 保守了七千人 没有像巴黎下跪 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爱主 很敬虔的基督徒的 所以你的孩子就其中一个 你现在一定要教导他 现在一定要帮助他 而你的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夫妻关系会影响孩子的信的倾向 如果他知道妈妈是好的女人 爸爸是可靠的男人 他会去找一个异性的作为他的伴侣 而不是找同性 愿上帝帮助你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问牧师 有一个白思不解的地方 为什么儿子犯罪 却去诅咒这个孙子 就是罗亚诅咒他的孙子 这段经文是圣经里头最难解的经文之一 所以你白思不解是可以理解 那我念一下这段经文 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 第九章第二十二节 二十节开始 诺亚诺亚做起农夫来 摘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盐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 看见他父亲侧身 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 于是伞和雅福 拿件衣服踏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 就看不见父亲的侧身 诺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 逼给他弟兄做奴婦的奴婦 这段经文按作传统华人教会 最容易解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按作字迹解 诺亚当时喝醉酒了 以后赤身落体 而这个儿子呢 叫做迦南 叫做韩 韩就看见爸爸赤身落体 就出来跟兄弟说 而没有跟他盖上 让兄弟知道了 使到诺亚很羞耻 以至于诺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咒诅他 问题是说 看见赤身落体 需要咒诅自己的孙子吗 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咒诅 为什么去咒诅 这个迦南迦南是韩的儿子 所以这段经文没有办法给我们解释 所以这个传统按作字面解释 为难就在这里 所以犹太人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 他是说 所谓的赤身落体呢 是这个迦南进去 这个韩进去把他阉割 为什么阉割他呢 因为韩要篡位 要成为一家之长 来控制一切 所以他就出来跟他的两个兄弟说 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你去看看爸爸 所以他很了不起 因为他很厉害 他很勇敢 他可以把爸爸给阉割掉 可是这段经文里头说到 两个兄弟知道以后呢 就到身回去把这个布呢 盖在爸爸的身上 而不是去治疗他哦 因为阉割会流很多血的哦 所以这段经文 这样解也很难接受 所以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法 但是最令人震惊的解法 那我个人也接受这样的解法 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提到的这个赤身落体 是指的什么 那么有一些解经家 就引用圣经里头 历位记十八章七到八节 那里提到父亲的下体 就等于母亲的下体 或者看见母亲的下体 就等于看见父亲的下体 而这种看见呢 在那种经文里头 就是发生性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解的话 意思说 诺亚最久的时候 原本是要跟自己的太太 发生性关系 可是没有 而这个汗跑了进来 却把自己的妈妈 给强暴 那强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爸爸无能 是我有能 是我来作为主长的 所以从今以后他篡位了 你如果去研究圣经里头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当少罗王被打败之后 大卫呢 就把他的兵徽 聘徽 全部占为己有 跟他们发生关系 亚沙龙 篡位的时候呢 大卫逃走 而在公众面前 就踏了帐篷 跟大卫的兵徽 也发生性的关系 所以这个 这种 关系呢 是一种篡位的行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 迦南 做了非常可恶的乱伦 的事情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要通知他的哥哥 他可以把这件事情 自己做了就算了吗 为什么要通知他哥哥 就是告诉他哥哥 我迦南做 今天以后我代替爸爸的位置 你们要听从我 以这样的关系 所以两次提到 韩是迦南的儿子 为什么要把韩拉出来呢 因为 韩呢 是迦南跟他妈妈生的孩子 不是诺亚的孩子 所以诺亚就咒诅他 所以诺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的弟兄 做奴仆的奴仆 那这样解法 是有一点叫人惊讶的 很震惊 不过 你如果看前后文 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 这样的解法 所以如果这样的解法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迦南犯罪 韩切被咒诅的原因 圣经是一本 很赤裸裸的 把人性表达的书来的 他不像有一些的 宗教的书记 先知是无罪的 是不谈先知犯的罪 可是基督教却把先知 把所谓的圣人的罪都摆明 给人看见 人是败败 人是需要上帝 人是可恶的 你看今天人同性恋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发生 开始受焦 你知道 跟他自己养的狗 发生性关系 这是非常可恶的 这是神非常厌恶的 你说 我跟他发生性关系 又没有伤害到别人 不是这样说 圣经不允许人的尊严 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 被污染 这才是神的原因 所以神帮助我们 对对不起 这个汗 是爸爸 这个迦南是他的儿子 不要倒转 就是汗 犯罪迦南却受了咒诅 迦南受了咒诅 而迦南就是今天的非洲裔的族群 所以有一些人说圣经咒诅他们 所以非洲人是很可怜的 我们不要随便动用圣经 随便这样解法 不过这里却是说到 这个汗的后裔 就是迦南他的儿子被咒诅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教会中 有基督徒因为人的伤害而离开教会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 而不是人的身上呢 是的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人的一举一动 就会牵制我的情绪 他所说的话会伤我的情感 他的表情会使我难受 所以我为什么要见到一个伤我情感 使我难受的人呢 我不想见他 所以我就离开 不能离开 他住楼下 他在楼下崇拜 我就在阁楼上崇拜 他坐左边我就坐右边 那有一天他上天堂 难道你要下地义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去逃避 而是去面对 每一个人都有感情 这是真的 但是你把这个焦点看在人的身上 他的暖弱 而牵制了你的行为 换句话说 你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了对方 这是很可惜的 对吗 你是你 他是他 为什么你要让他控制你呢 这是不必要 更重要的 你应该看见上帝的脸上 你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为你舍身流血的主 你要爱他 你要敬前 你要继续的忠心的服侍他 而不离不弃 就像当年的诺亚 120年传异道 被人欺笑 他继续的制造他的方舟 继续传他的异道 因为他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要一同学习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至尊心 很容易破碎 像玻璃一样 灯就碎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 为着基督 不要成为玻璃心 要成为实心 但是对上帝要成为肉心 要常常被他感动 对别人的话 要成为实心 不要受影响 要专意的跟随主 阿们 神帮助你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问 你好牧师 最近听到身边的同事说到 他曾经有一位基督徒朋友的父母管教很严 每个星期三 星期六和星期日 一定要和父母通知 有没有去教会服事 有一次因某些原因 没有去到教会 结果被他的爸爸用腰带兵打 这也让我的同事对基督徒 有些误解和抗拒基督教 想问一下牧师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建议 我最近跟一个青年人吃饭 他告诉我 他的爸爸是教会的领袖 然而他的爸爸 常常做一些事情 是非常立法主义的 这个也不可以做 那个也不可以做 可是我看见我的爸爸 其实是假冒为善的人 是法利赛人 结果他对基督教很反感 所以他在教会里头 看见那些只会讲 不会做的人 他就想要用文字 去表达对教会的反感 我说那大可不必 那个人并不代表教会 你一定要回到基督的信仰里头去看 教会中总是有不同的人 一种米刺出百种人 教会也是一样 许多的基督徒在那里崇拜 有一些是得救的 有一些不得救的 有一些不得救的 自以为他已经得救的 其实天堂是没有他的名字的 有一些是非常立法主义的 像法利赛人 是粉饰的墙 里面藏着的是死人的骨头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非常谨慎 那我对这样严厉的去教导孩子 我是十分反感 我是认为教育不是墙壁的 信仰是心心 慢慢的引导他去认识神 而不是逼出来的 那是军训 我们不是培养军队 我们是培养信徒 我们是培养人敬畏神 如果一个爱不在自由中 那种爱是没有价值的 对吗 你爱你老婆 你问你老婆 你爱我吗 他说我不爱你还能爱谁呢 你会很痛苦的 你说对吗 因为他是不得以爱我的 你为什么嫁给我 不嫁给你还能嫁给谁呢 你会生气对吗 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问他的孩子 你为什么跟从我 因为我爸爸逼我的 并不是我要的 你觉得上帝会满足这样的答案 所以呢 带领孩子是应当按部就班的 按照他的年龄 按照他的需要 逐渐的去改变带领他 特别在后现代的孩子是不准许 你用非常强硬的手段 再大一点他会离家出走 他会对基督教十分反感 适得其反 你想让他信主 他就偏偏不信 所以这个爸爸我会很不客气的跟他说 你这种教育方法是错误 虽然他的动机不一定是坏 我相信他的动机应该是好的 是要孩子好好认识神 接受主 但是这种手段是不对的 动机跟手段不是分隔的 不是对立的 好的动机也有好的手段 Amen 愿神帮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 多陪伴孩子 多让孩子感受到你对他的真爱 而这个爱是来自上帝 他就会敬畏神 就像爸爸不胡搞 他知道爸爸为什么会这样爱妈妈 都是因为爸爸敬畏而合 所以我知道我将来找男人 我一定要找像爸爸这样的男人 对吧 他心里会佩服 那这才是成功的教育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愿上帝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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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